他的性格吧 做什么事都三分钟热血 好听点就爱好广泛 不好听点就做什么事都不坚持 之前他做过营养师 做过健身教练 没一个干得长的 就干了一年半载 就辛苦累就不做了 然后就过来跟我学主持 我觉得他各方面都不错呀 我也很支持他 我给你推荐活动 推荐客户 然后去帮他安排 想办法去主持 结果人家好 我不瞒您说 他主持过四五场活动 没有一场活动的稿子 音乐是他自己准备的 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 帮他写出来 帮他准备好 就差我帮他主持了 就这样 别跟我说我不想干了 主持太累了 辛苦 我觉得他做什么事都很飘 我不瞒您说 你怎么就飘了 你帮我写个稿子怎么了 你本来就是专业的 你不帮我写 谁帮我写 那工作不是你自己的吗 我写的能有你写的专业吗 这工作不是你自己的吗 你钱不是给自己赚吗 而且你不应该 自己学着成长一点吗 我说不过你 反正你都是对的 你是老师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你看 你看 他就是这种状态 每次一说到这儿 就是这种 老木拉机的 不好好说话也 行 还干过什么呀他 他就弄什么淘宝直播 我也去看过他直播 他直播换衣服 就在他们工作间 就一个脸挡着 周围还有其他人 这谁受得了啊 我就不想让他干 好说歹说都不行 最后我为了哄他 不做直播 你不是说赶活动辛苦吗 我送你个车 然后你平时愿意干点什么 干点什么 就为了哄他 那我们说你没有做了吗 对 是没做呀 不做直播之后 之前他做的是化妆师 跟我说手艺不好 买了车之后 我说你老师在家 你愿意干点什么 干点什么 好好照顾家 结果车买没两天 人家又干化妆师去了 还拜个什么男化妆老师 天天跟人家跑外地去剧组 通宵通宵不回家 你怕他又喜欢上那个男老师 不是您说 我们俩本身就是 就是有点失声的 知道知道 我能理解那个想法和状态啊 你跟他求过婚吗 求过呀 5月20号 刚好也是他严厉生日 我就没告他 给他准备礼物了 我就假装忘了他生日了 我叫了一帮朋友 又准备了花99朵戒指礼物 然后我让他朋友给他打电话 给他哄下楼 说给他拿东西了 结果一下来 我就捧着花家戒指 就跟他表白求婚 结果人家 什么都没搭理我 怎么问都不行 你让我真的是无地自容 我朋友都怎么想我们 你无地自容我 才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你也没有体验跟我说一声 我都以为你忘记我生日了 我本来就很生气 再加上你又没有跟我说 你就要跟我求婚 我觉得你就是在逼我嘛 就是想让我立马就结婚 那说了还叫惊喜吗 那说了还叫求婚 还叫惊喜吗 为什么不叫惊喜 那我们双十一买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买啥了 但我们拆快递的时候 那还是很高兴呀 这孩子的回路不一样 挺可爱 后来就没答应是吧 没答应 我现在就觉得 他是拿着我 就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了 想跟他好好过着结婚 人家就觉得无所谓啊 你也不着急 这个女生 你想象当中的这个婚姻 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想就是 顺情自然的结婚 我不想那么敢 而且我不想跟父母同住 我想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很喜欢恋爱的感觉 我现在真的没有想好 要不要结婚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 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 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图瑞水 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